太子拉麵老闆林文盛 连续多年在今年的生日这天 招待弱势机构儿童到店里享用招牌的日式拉麵 同时还结合几位好友来 有的帮忙送餐 还有的表演魔术 美味的拉麵有趣的表演 让小朋友们开怀大笑 也让生日变得更加有意义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歌 还有一张小朋友们亲手制作的生日卡片 让不爱过生日的李文盛感到相当惊喜又感动 这是太子拉麵老闆李文盛 连续多年来在岁末寒冬 招待弱势机构儿童到他的店里头吃日式拉麵 那听说今天是你生日 是啊 那今天生日为什么还要上班 人家不是生日都要休假吗 因为我不喜欢过生日 不喜欢过生日啊 但我喜欢做公益 所以呢 每年生日都 其实也不是每年 就是这三年 以前是放在我的10月10号的开幕日 但是这三年 我搬来这边第三年 因为子强跟我说 不如你搬站你就生日 这样更有意义 我说对耶 真的 就连续三年吗 就连续第三年 你招待谁 今年是招待中华飞扬 关怀协会 之前都是比较偏重于那种 家库中心啊 然后儿童之家 那种 对 选不一样的团体来帮忙 对 市长魏嘉贤 县议员魏嘉燕 还有世代会副主席李正伟都到场 感谢去月的爱心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太子拉面的李文胜老板 特别在今天生日的时候结合了艺人 那我们陈子强老师 那还有明天恩老师 一起来做公益 那也招待了我们中华飞扬 客服班的孩子们 一起来享用拉面 那总共有22位的师生 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花莲有这么多有爱心的企业 那愿意这样做出 那也深的让花莲的爱能够持续的传下去 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也能够关心我们身边弱势的一个乡亲处伴 甚至孩子们 那未来有机会 大家都能够伸出人手来接受他们 李文胜也邀请他的好朋友 知名艺人陈子强 还有花莲在地的杰出表演者林雷恩 在现场担任招待并表演魔术和小朋友们互动 美味的拉面精彩有趣的魔术 让中华北洋关怀协会的小朋友们开怀大笑 整个店里欢笑声不断 也让生日变得更有意义 借吕慧幻视报道